轎车在马路即使 不断急转弯变换车道 因为后头有人在追他 驾驶急踩油门 甚至闯到对向车道 一个转弯又绕进巷弄里面 车子一路狂飙 冲到派出所门口 没想到追他的扼煞也立刻停下 就连在警局前也不放过他 扼煞在警局门口 拿铁棍对着车头车窗 一阵狂砸逞凶 原警见状立刻冲出来 把枪威吓 但扼煞的轿车飞快逃走 到底发生什么事 被追车的驾驶一开始工程 是寻仇打错人 后来警方调查发现 他19号凌晨因为有人载务纠纷 前去帮忙 结果一到现场发现人多有危险 想开车离开 却被八名扼煞追着跑 驾驶从台南小北夜市 一路钻进巷弄马路 再到立人派出所门口 短短二点二公里 开车惊逃一百六十秒 方方带头的人有载务纠纷 然后在小北夜市的停车场 巧遇爆发口角 所以才会在陆续邀急 有人前来助阵 警方根据路口监视器 找到当时的杂车扼煞 目前已经掌握八人的身份 正在追查其他共犯 但驾驶为了载务纠纷 帮朋友出头 结果反被追车砸车 实在太柔气 接下来关张成谷谈了报道